下午四人中 欢迎收看《股海大赢家》 我是丁志芬 台北股市呢 今天我还有一个大涨的格局 来看到不管在 加权指数在期货部分 今天都收得蛮漂亮的 先来看到在加权指数部分 最后是上涨了95点 收在8396点 差8400就这么一点点 不过量的部分 还是只有700多亿 要在期货上部分来观察到 今天也是个大涨的格局 在期货部分是涨了101点 最后收在8385点 今天行情涨上去 不过很多投资人比较关心 那到底接下来 还有没有在机会涨呢 毕竟在今天量的部分 是没有持续跟上来的呢 后续来说这个行情 要怎么来做观察呢 节目上我们赶快先请到专家 请到是专家投资的 曾琪双分析师胡玉堂 老师好 师傅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今天是第一天来 对对第一天 有没有很紧张还是还好 因为很久以前也来过了 所以其实是熟悉的 有有有回到老家的感觉 而且老师你今天第一天来 气势就非常不错 今天就是个大涨的格局 不过今天很多投资人要问啦 其实盘中就很多人 一直打电话进来问说 到底那今天涨完之后 接下来还有机会再涨上去吗 你看现在已经8千块4楼 对 接下来的行情呢 你觉得还会再涨吗 没有错 很多朋友在问 到底这个 超关心 对这520过后 其实行情总是来的 也不能用莫名其妙 应该是说 是很突然 真的很突然 到底这行情会不会涨 其实我相信 有很多的老师 也有很空的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我相信他们的看法也是如此 因为看多的 要讲100个理由也讲得出来 看空的也是 如果问四分 你觉得会不会涨 我当然希望他继续涨上去 就是做多的希望 对没错 做空的希望他拉高 希望他是什么 再往下杀 那其实我在今天的节目 甚至是说 我要给投资朋友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其实我常讲一句话 就是 心中无多空 操作真轻松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人常常就是 做多的 就会一直找 看多的理由去找 怎么样才会涨 然后有什么 看多的言论 那做空的呢 就会把利空的消息 他去做一个放大 这就是我讲的 就是人性的弱点 常常都是如此 我相信都是一样 不管你做股票 做起货都是这样 但是我在今天 甚至是说 我先预告一下好了 在这个礼拜天 好 我先预告一下 在这个礼拜天 我有举办一场讲座 其实我认为这个时间点 我是特别安排在这礼拜天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看520之前 其实问四分最清楚 从这个行情 他们常常播新闻都知道 520之前行情是不是很冷 很闷 不管你说 看多看空 大家都不想看这个行情 我特别安排在520之后 为什么 因为520过后 你看这三天就好 刚刚我们是不是讲 这个行情好像 来得突如其来 对 我刚才是用莫名其妙来形容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为什么涨 其实涨上去 你也不要看原因 重点你没有赚到钱 那我特别安排在520过后 这个礼拜天 就5月29号 因为我知道 很多投资人 想要回到市场 还记得我们主委 丁克华有讲 他是不是有列了 很多这个 政策 他也要设很多件 可能学真名中 一件一件要设出来 其实有一个重点 他是要把什么 内资引回来 那他内资也包括一些受险 投信 甚至过去流失在外的这些大户 他希望在过去正所税的影响 慢慢引导回来 那我相信 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也很想回来 只是说 回来来到这个市场上 大家不知道第一个 买股票也好 要怎么买 做棋子也好 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我今天要跟先教各位的是什么 在期货市场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讲到期货 其实大家都知道 像加权指数里面 我们知道以前都是个股 没有ETF 现在投资人很爱做什么 ETF 什么上升二叉 互升二叉 T50 正二反一 市场结构在变 期货市场过去 我们讲大概十年前 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市场 但是来到这几年的发展 期货市场 它开始日趋成熟 成交量也越来越大 而且特别适合我认为 就是这种喜欢快进快出的 投资朋友去做一个操作的市场 但是当中有很多的什么 秘诀跟诀窍 就像这几天的大涨 我问各位 其实我们很喜欢解释这些东西 这叫筹码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我讲的筹码不一样 就是看什么 你看一下三大法人 我相信这个不管你看媒体 看一些网路文章 很爱分析外资投信自营商 买多少卖多少 但我讲实在话 你看到今天这个数据 都已经什么 收完盘了 我问诗芬 如果你今天知道外资会大买 你会做多还做空 做多嘛 对不对 好那是如果前提 好再来 我们再看一个 期货更相关的就是 外资 就像今天你看 外资今天进多单增加多少 四千多口 好那整体的进多单 未平仓来到三万五千口 这个数据哪时候公布出来的 大概两点过后 才会有这个进多单 三点以后才会有 全部完整的数据 但是今天的行情已经什么 过了 已经过了 对 过了就什么 就像变了新的女朋友 回不来了 那怎么样在盘中 我一直强调一个重点 我看的筹码 其实我不太喜欢跟各位讲 外资今天买多少 卖多少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都已经过去了 这些都是什么 今天盘后你才看到的数字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你在盘中 你看的是什么 而且我再讲一个重点 大家会去回想一下 很多人喜欢看 外资的一个筹码 那外资这一波进多单 其实 它维持在两三万口的多单 是不是你知道维持了 多久的时间吗 蛮久了 对蛮久了 是几天你知道吗 不知道对不对 对忘了 没关系我也不知道 我也只知道非常的久 大概是从三月份开始 我没记错 大概二月过完年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几天 大概是两三个月 那很多投资人喜欢看什么 外资多单 什么两万口三万口 然后前一阵子还有到五万口 对 然后大家就想 哇外资进多单这么多 一定会涨 一定会涨吗 各位去想想讲 从8840跌下来 有没有一天外资的进多单 是空单 没有一天是进空单 但是这一波 其实它是跌了800点下来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来了 我要教各位是什么 在这礼拜天会场 看盘中的筹码 我很不喜欢去看 啊外资今天买多少 卖多少 进多单多少 我说要看盘中筹码 我跟各位先讲一个重点 常讲一句话 就是江湖上有一句话 叫什么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好 那行情变化是非常快速的 那我一直强调一个重点 盘中的讯号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 今天盘中 到底筹码是多是空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再来你去看 棋子的操作最重要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 要快很准 好 我讲人人都会讲 但是怎么做如何做 才是重点 好 那期货市场也有一句话 好 虽然都讲到腻了 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好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那高手要看什么 看古海大赢家 好 当然要看古海大赢家 你才会懂得要看什么 看筹码 这就是我这样跟各位讲的 看什么 盘中的即时筹码 我要教各位的有两个 就是我们常讲的 或者你在网路上 其他很多书籍也好 常常会听到什么 主力筹码 大户筹码 都好 好 我也有我的大户筹码 但是我看的 跟你看的 应该是不一样 因为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 今天为什么大涨 礼拜一为什么大涨 你要看的是大户筹码 那散户筹码 很不一样 很多人通常看筹码 就是看一个外资 投信 然后大概就这些东西 我还有个东西叫散户筹码 什么叫散户筹码 我们常讲 如果真的要赚钱在市场上 我们常讲一句话 要跟谁走 跟大户做 做股票 做一些投资也好 常常会看巴菲特索罗斯 这种市场老手大户做什么 那种概念一样 我们是要看大户筹码 那散户呢 其实就像反指标 其实我常常有 刚刚录影前 我要跟四分开玩笑 说这个行情怎么看 我说我常常看错 但是呢 虽然常常看错 但是我们常常做对 为什么 这一波其实我也没料到 会涨这么多 但是我看我的指标 我看大户筹码 他告诉我 要做多 看错没有关系 我讲真的 你说520过后 我在我的社团 我也跟投资朋友讲 我不知道行情会涨多少 会怎么涨 但是我知道成交量会回来 然后我知道 你再看更重要一点 看什么 看大户的动作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重点 到底大户是做多 做空 然后行情的一个取向是如何 我认为这个就是 我要跟投资朋友 报告一个重点 就是说 市场的筹码怎么去解读 怎么去看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有机会 在今天出现所谓的喷出行情 是不是在今天 他会压回做修正 我想 这些细微末节的变化 绝对有机可循 真的有机可循 我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筹码 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个电脑荧幕的一个画面 等一下会带到说 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你要怎么去掌握好 就是说 很多人说 这个市场千变万化 那忽多忽空 怎么样真正掌握好 盘式格局 在变化上面 你能够领先掌握 那我正跟各位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 礼拜天的一个部分 我准备了一个资料 要送给投资朋友 这个叫什么 筹码紧密 看着这个封面 大概看得出来 里面的东西 绝对值得你细细品尝 真的 绝对值得你细细品尝 为什么 因为过去 大家教你的筹码都是什么 看外资的进出 大家教你的东西 都是看什么 看所谓的自营商法人 这些变化 那我要教各位的是什么 看盘中最及时的筹码 好 因为你在盘中 我要投资朋友 现在去回想一下 就是说 你每天在盘中是 怎么样去看盘的 好 我相信很多人是看 三立财经台 在盘中听 听的 比较快 对 用听的听 哇 这个播报新闻 然后 专业的主播讲 哇 什么行情 然后什么股票在动 很多人可能是这样看盘 那或者很多人是 也许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他可能是会去 看一些我们讲 比较传统的指标 像什么 很多人会讲 KD指标 NACD 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个 叫这个 K线战法 K棒理论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很多人在看的 好 但是 我讲实在话 投资朋友 你好好回想一下 你看的这些东西 所谓的一些 K线战法也好 你看的这个 所谓的KD指标也好 你看的这个NACD也好 有没有用 我讲这个当然见仁见智 我不能说这些东西 都没有用 虽然我也会做参考 好 但是有没有用 你最后要看什么 每个月这个 每天那个券商 都会寄这个对账单来 每个月你去看一下 你那个户头 做股票的也好 期货的也好 你的损益 操作的损益如何 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好 到底这一波 不管你是 我讲 心中无多空 做期货也这样 有多有空 这一波从8840 跌到7999 然后520过后 三个交易日 从7999 又涨到多少 涨到现在涨了快400点 高低差差快400点 有没有行情 我问各位 有 真的有行情 很多人做 我讲做短线都好 要的可能就是那20点30点 但是这个过程你要怎么真正掌握住 我讲如果你没有赚到钱 就是什么 方法有问题 我可以很大声地这样讲 因为如果说你说只看一两天 有没有赚到钱 你说我认为这当然看太短 但是你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已经五个月 你说这五个月有没有赚到钱 如果你都没有赚到钱 我问各位 想不想变 想不想赚 想不想学 我相信你绝对想学 所以第一个我会跟各位先预告 中场广告的时间 你留意咨询的 这个联络的方式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人做联系 礼拜天的会场 你来 筹码解密这个东西 我会交到你手上 里面讲的内容 等一下下半段回来 我会先给各位看 看一部分 因为有些东西在节目上 第一个 我没有办法讲这么详细 第一个时间有限 第二个 在礼拜天讲座的部分 我会再过更详细的说明 因为我给各位看的是什么 大户的筹码 我讲是盘中大户的筹码 你现在一定想知道 老师今天盘中大户 你所谓的大户筹码 到底是做多做空 还有你所谓的反指标 我们讲叫什么 散户筹码 为什么反指标这么重要 我记得很多台湾的投资人 很喜欢这个 四分你知道古悦涵这个人 对不对 这个 大家这个在网路上 都是古悦涵为什么 大师 大师 但是是一个什么 反指标大师 好 当然这我不是要嘲笑什么分析 我是说网路上的人这样讲 不是我要嘲笑他 只是他很多 很多某位 所谓的大师或者反指标 一喊多 可能行情就下跌 好 那一喊空 行情就反弹 我们有大户指标 它是告诉我们趋势 我们有散户指标 你可以视为它是什么 相反的 如果今天散户做空 我想实在的 十个投资朋友 一般的人 大概九个都赔钱 那按照这样的逻辑 如果散户是看空 你要跟着看空还看多 我问各位 你一定跟它相反看 如果有一个叫大户指标 它是告诉你趋势的 大户是看多 你要跟大户对坐吗 我相信你绝对不敢 所以等一下下半段回来 我会从盘中及时的讯号 带各位去看 再来更重要的是 这个筹码解密 好 这一本的内容 我会在这礼拜天的会场 会拿到投资朋友的手上 当然广告时间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 做个联系 先做好预约报名的动作 那等一下下半段回来 我们再从盘中及时的讯号 带各位去做一个观察 是 所以筹码很重要 尤其是大户的筹码特别重要 大户如果买的话 今天行情应该就是涨 大户如果卖的话 今天行情恐怕就是点 但是今天到底 整个大户筹码的方向是如何呢 我们先卖个关子 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我眼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发发健康友芳 让您健康恩次芳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九点 三立财经台三立新闻网红布播出 有了悠悠药膏 大家都是好角色 哦 悠悠 世界八大奇迹降临台湾 全球破译人次疯狂朝圣 故宫国务院攀博巨献 秦勇 秦文化与兵马勇特展 见证千古传奇 十亿电量艺术新生 有了悠悠药膏 大家都是好角色 哦 悠悠 我觉得编剧是一整个社会的事 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会试着把自己丢到人群里面去收集 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的生活 写照 先想自己喜欢 自己有兴趣 自己想要下班写的角色 或者是故事 不停地写 不停地拍 不停地失败 最后你一定可以变成一个很棒的创作者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欢迎回到国海大赢家 今天行情来说其实算是开高走高 当然上段节目特别告诉大家说 要看这个大户的筹码很关键 所以老师我们要问了 今天来说在盘中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关键变化 可以让行情这样一路的往上走 对没有错 其实刚刚上段大家等很久了 一直说要给大家看大户筹码 怎么都还没看到 怎么还没看到 其实说实在因为刚刚电脑坏了 所以看不到 但现在电脑修好了 要给各位看 我先给各位看今天的 礼拜一的我现在因为都过去了 大家也不急 但是我会给你验证 我刚刚讲嘛 如果大户做多 你要跟大户做吗 我相信你会点头 那如果散户做空 你要跟散户一起做空吗 你应该会摇头 就像我讲嘛 十个散户 可能九个 甚至九点九个都赔钱 那我们带一下这个 电脑的画面 好 我给各位先看 你用看的就好了 因为细部的东西 我说我在会场 会更详细的说明 那你很清楚的发现 第一个 大户筹码是哪一栏 就是这一栏 中间这一个 这个是期货的大户筹码 这个是期货的大户筹码 其实它做多做空 我想试分 我们今天第一次录影 它应该看得懂 蓝色的柱状体转为 红色的就是做多 这个很清楚 那下面这一个呢 最下面这一个 绿绿的 这个是什么 散户筹码 那散户是做多做空 这个绿色的柱状体 很简单 散户在做空 好 散户做空 然后大户呢 早盘它还没有翻多 但是在大概九点半过后 它由蓝色柱状体 转为红色柱状体 这很明显告诉你什么 大户也看错了 甚至大户也回来了 大户在做多 散户在做空 代表这两个势力 在什么 对做 那谁会赢 你觉得谁会赢 大户做多 散户做空 如果今天行情还没有走完 好 我在盘中 好 我可能给你看 这样的一个数据 你会压哪一边 一定压大户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嘛 这个 它力量大 对 没有错 讲得很好 力量大 好 这是今天你得到验证 可以赚多少点 我不讲 为什么我不讲 你比我还清楚 可不可以赚钱 你比我还清楚重不重要 今天盘中 你知道外资现货 要买超多少亿吗 不知道 对对 谁知道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还有人猜 今天外资卖超 对对 谁知道 而且重不重要 我想也不重要 你也不用去猜 今天现货买还蛮 可能很多说 今天外资期货 要做多做空 礼拜一你还没有印象 这礼拜一算是 大概这两个月 最澎湃的一次行情 各位有印象 礼拜一外资期货多单 增加多少口吗 我记得是1000口不到 期货它近多单增加不到1000口 所以你说 看这些数据有没有用 都已经搜完盘 我讲没有用 我再给各位看礼拜一的行情 这个你看的画面是今天的 我给各位看礼拜一的行情 说真的 礼拜一的行情 你可以掌握住 大概5月份你应该是 真的 应该是立于不败之地 那你看5月份 在5月23 没有错嘛 52021 礼拜一523 这一天就是5月23 没有人知道会大涨 我讲真的 哪一个分析师或哪一个媒体 甚至我记得我礼拜一早上看新闻 我就不点名哪一个分析师 哪个机构 那时候还有一个 不知道经济还工商的时报 有看出来说 某某什么分析师看 就是5月23号520过后 可能会破8000 回撤7900 7800 当然我觉得看多看空不是重点 只是很多人会看媒体 看消息就认为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我要教各位的是什么 你有你自己的方法之后 筹码解密 别人的看法讲法 是不是这么重要 就讲油价 今年油价来到20几美元的时候 高盛 哇高盛这个全球最知名的投资机构 看油价看到15美元 结果油价 从26涨到现在涨一倍 高盛看对还看错 各位自己去想 如果你因为看着这样报告 去做空油价 你赔惨了 同样的礼拜一 如果你做棋子 因为看到某篇报道说 某某分析师说 这个盘会跌破八千 来到七千九七千八 你一路空 你今天你的空单已经断头了 真的 400点已经断头了 但是我教各位 看盘中筹码 我讲我的大户筹码 也不是什么外资的筹码 不是啊 礼拜一我刚刚讲 外资进多单增加不到一千口 谁买上来的 市场的大户结合起来的力量 你有你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 你就比别人厉害 你看这是礼拜一 从8051最低点 涨到多少 8355 差了几点 300点 盘中 大户指标 看仔细 就从低点8051开始 我换个颜色比较清楚 开始翻多 散户筹码 从8051的低点 开始翻空 所以这个画面 你把它牢记在你的脑海里 我们再看一遍 再给投资朋友看一遍 这是我讲 这个是大户筹码 大户在做多 你要跟谁做 散户在做空 你要跟谁做 大涨300点 高低差了300点 礼拜一的行情 差了300点 如果盘中 你可以看得到 我给各位这个画面 真的 时光能够倒流 那该有多好 回到两天前 对对 回到礼拜一的照盘 大家还在猜 520 哇这个演讲 大陆怎么解读 政治的影响 大家都还在担心的时候 我说不用管那么多 盘中的筹码最重要 数字会说谎 对对 大户在做多 散户在做空 反指标做空 大户在做多 所以礼拜天 你一定要来 筹码解密 我会交到你手上 那广告时间 跟我们现在的注意人员 做个联系 好 谢老师分析了 所以今天很明显 今天这个盘中 大户筹码一翻红之后 行情就往上拉 明天更多分析 同学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